一張張甜蜜幸福婚紗照 現在只能追憶 夫妻倆在一場車禍天人勇格 丈夫31歲是個賣菜郎 和29歲的太太結婚6年 育有3歲和1歲的兒女 出事的B&W坐車 還是太太的嫁妝 沒想到火燒車意外 斷送丈夫性命 娘家爸媽當初特地買進口車當嫁妝 認為安全性高 但卻沒能保住女婿性命 太太目睹丈夫慘死 招魂現場聲聲句句 喊著我們回家了 令人鼻酸 太太和死者妹妹都哭到貪婪 當天夫妻倆從彰化開車到台中 要幫媽媽送菜給客人 好好的出門 兒子竟然燒成白骨 怎麼接受 他真的很笑聲 死者曾在臉書分享說之前為了閃車 在國道生死一瞬間 一輛轎車從左邊串出 差點撞上他 但這一回卻沒能躲過死結 家屬說死者是家中長子 自己種菜自己賣 是個認真賣菜狼 疼太太疼小孩 對長輩孝順 現在遇上死結 還不敢讓家中老阿嬤知道 就怕老人家承受不住 記者陳盛偉 連家慶卵質疑 彰化台中報道